沙灘的屍巾最多查到你的女兒 你用不著做這麼多事 擾亂警方事事? 我是男人 我怎麼可以讓自己的女兒有事? 以前你工作乾淨泥落 現在呢, 拖泥帶水 你想說我搞賤賤賤嗎? 你說是就對了, 我不跟你騙 但這個世界有個客觀準則 是不是那個層次一看就看得出 我去學窗 我要跟你做殺手界的神經合理 什麼?如果我跟阿龐? 老闆的主持人 他就是殺手界所有經理人的職位人 沒有他丟臉, 做不到經理人 那本泰國護照用了很多年 幫我做一本身 不要死, 我等你明年再回來 年年是這樣?你不煩嗎? 這個是我跟建兒感情的證據 他師父是我跟建兒一起殺的 Eagle回來報仇 我就會想起我跟建兒一起做事的證據 我倆已經去泰國了, 別搞太多事 護照? 你做吧 幹什麼? 我看完 生於世界裡, 自由規矩 死於命名, 女自由秩序 躲於暗角, 女也有規矩 樹柳要是退, 亦是聽取 生於世界裡, 自由規矩 死於命名, 女自由秩序 躲於暗角, 女也有規矩 永遠挑決下那各自的面具 我不敢隨便騙你 建妮, 我終於找到你了 你瘋了嗎? 原來聶康泉娃就是你 聶康泉娃 你是不是用過聶康泉娃這個泰國名字? 是, 我用過這個假名字, 你怎麼知道? 建妮 你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用過這個假名字 在泰國王的心, 心是建妮的? 我的心是你兒子的 五年前, 他出任務死在泰國 我去醫院的時候 醫生說他的心已經捐給人 那個人叫做蓮坑泉娃娃 但是他登記的所有資料都是假的 我找不到建妮的心 這麼多年來, 我也想找回建妮的心 我很想再聽到他的心跳 我找到了 原來是你叫我來香港 建妮, 我很想你 鳳姐, 他們請你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方太, 麻煩你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我什麼時候放在這裡 你不想去泰國嗎? 我什麼時候都說方太, 你最聰明 不行 不是這樣拳 cash吧? 機票、酒店都訂了,不去理貼 那些小錢,你打一圈都回來了 那怎麼樣?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那個瘋狂的冤枉我 去到泰國,他真的用不了我 當初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黑 換了他的兒子的心 你遇到我嗎? 早知道當天你不回答這段癲療事 找個心去救你 也不得你死,泰國好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真的很害怕那個瘋狂 你別說他 現在當你是他的兒子 疼你也來不及了,怎會容你呢? 大哥,他不是普通人嗎? 他現在這麼討厭你 你可不可以頭暈生氣? 他比你更害怕 你不誠實吃著他? 還是你吃,我先走了 在這裡幹什麼? 幫你收拾行李 這衣服好像不是我的 這衣服是建議的 你不是打算叫我穿這些衣服去泰國嗎? 建議說你和我去湄公河 穿著皮褲皮褲去泰國? 不中暑就生意費了 好嗎? 我知道你緊張的心,我提醒你而已 你也不想熱傷我的… 不,你也不想熱傷你的兒子的心 不會 就算不熱傷,你有看新聞嗎? 最近大國有幾千人中麻疹 還有藥疾病,債加病毒 溫下水,燒到藥水 濕毒子加燜貼,口窄 到時候我一個人都做事 好嗎?酒店等我,不怕有事 怎麼了?心不舒服嗎? 我只聽你這麼說 我的心已經薄薄的,薄薄的跳 都說我一個人去工作了 不用擔心 到時候我一個人找你去酒店 又不知道外面有什麼環境 那我還擔心你?我不是擔心我有什麼事 我是怕漫漫一出事的 你以後就沒機會再感受建議的心跳了 不用怕,我不會有時間 你聽不聽到我的心跳? 好,她一聽說要搭飛機,已經開始害怕了 為什麼跳得這麼快? 好…不要搭飛機…我自己去 停安等我回來 我是鹹沙,不過我也選擇的 那條女的鏡頭上來 就是看著我爆我怎麼辦?是嗎? 幸好我點了她去泰國 不過她只有三幾天,回來我怎麼辦? 她這樣嗎?去你這裡蹲幾天 有事了嗎? 有,800元過夜 鮑魚就九五折 你怎麼不打電話給我?我…我約了客人 那就是我了 古古古怪怪的,我就試試吧 你的分數就是這些?什麼事? 說吧 阿漢癌症一服發進了醫院 之前那些標靶藥沒用 然後醫生說要試免疫治療 那些治療一個星期要兩萬元 兩萬元?一個月豈不是八萬元? 是不是昆水的? 那現在我只能夠相信醫生而已 只有一些希望 我也想賺錢治療阿漢 這傢伙,史太龍這麼大,打出閣 你真的接嗎?別玩了 等錢花嘛,阿嫻她… 你別管了,要錢就要賭,說要接就要接 先說明,你真的接了這張單 你有什麼事?別回來找我 行了 你下次有單你先彈給我 別讓她顛簿 有命回來再說吧 我誰?鹽王,牛鬼蛇臣都是我的靈 鹽王?鹽王死了二十世了 你只是一條鹽蛇,一踩就扁了 不用這麼揍我 趕快把衣服把衣服把衣服 你這傢伙,鋪少點草皮 都已經發了疊了 六場七號?真是蓮馬斯說的? 你呢?別讓你生叫我,我殺你 不說了,賣罵 師父… 師什麼苦?我都說了,沒什麼好教你 不是,師父,我上次見你一打十 很厲害,出拳又快到沒拍 三、兩下手勢就搞定了紅姐 你上次用的兩拳是什麼? 是否無影拳和隔山打牛? 我真的很想學,你收我為徒 隔什麼山打牛?我狗屎撞棍 我也一身散,你找別人吧 不,師父,我只想跟你一個行 別回答,賭馬 千多萬被你拍走了 別再給我賺錢 你賺錢而已,我有 我可以交學費給你 你交學費? 交學費,你肯教我,什麼都給你 那倒不太好,我沒什麼教你 我免得說我捆你了 我自願的,你肯教我就可以了 你這麼有誠意,我真是不好意思推遞 你答應嗎?師父,我立刻跪扣兩響 給你… 別這麼老套了,我告訴你 我不收徒,你要努力 知道,師父 你要交學費才行嗎? 交學費…我交多少號? 五千 但我身身只有兩千元 我去按給你,你等我 等不及了,兩千就兩千 師父…我應該先學習什麼了? 師父,你先上天台紮馬,我待會找你 好,我紮馬… 不對,師父…我很想我無影拳 祖師爺說過 勤練紮馬功,日比日輕鬆 一月可見功,紮馬練內功 不練一場空 師父,我明白 我看很多武俠小說都說 紮馬其實是每個門派的最基本功夫 紮馬紮得好,就可以練到 大腿、小腿,還有背肌 當時就可以做到腰馬合一 出拳自然有力 是… 那就容易練到無影拳,是嗎? 是 師父…我應該要多久呢? 三個小時,行不行?尾場 三個半小時,稍後找你 練馬師、馬房消息 全部流的,全部都詐騙 再見 師父 幹什麼?叫你紮馬吧 不是,因為我紮了幾個小時 我想問問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紮呢? 幾個小時就在那裡嘰嘰嘰嘰 有沒有聽過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那個不是做大戲的嗎? 做大戲也這麼認真 何況做殺手,分分鐘賺命賭的 是… 三T也不中,焗造 最冷 不中,搜往 作為了 師父… 眃 气氛 s 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如你先吧 當然是我先, 想打尖嗎? 好 回來了? 你幹什麼? 我進來看見義的心意 我這門什麼事? 等了你整天都沒回應 我踢爆了這門, 替你換鎖 來, 你的 你有沒有問過我? 你拿見義的心意有沒有問過我? 你打橫來講的? 怎麼這麼傷? 開工 建義的心意有沒有事? 神經病, 沒事…有事就死了 不准吃 你又想怎樣? 金肥, 你對心意沒有益 我買菜給你吃 不准了 你已經不讓我喝奶茶了 檸水也不讓下糖? 吃糖沒益 檸水又酸又稠, 不下糖怎麼喝? 神經病 我幫你拌了些核就不夾了 來, 吃蜜皮 這種東西, 又稠又沒味 像嘔吐出來多次吃下肚子 吃吧, 對心臟有益 我不是連你也幫了它嗎? 我不想, 你趕快吃掉它吧 我免得看見你們兩個眼淹 別胡說, 我當它沒事的 你們又不是歌星合約那裡 你不要寫明說不准結婚生子 只要他接單照做, 做完收錢 才知道你們生兒子 我記得了 我跟建義說過要跟他生兒子 你別胡思亂想 沒有, 我沒辦法生兒子 生兒子也好, 生女兒也好 那張單… 不准接 你管我吃什麼就算了 你別妨礙我賺錢 上次接了那張單 已經弄得你一身傷 他給你這種單 你接, 把命推你去死, 不准接 上次那張單, 我叫他沒接 他死也要接, 他要死 難道我不讓他死嗎? 我就是不讓他死 他說的 那張單, 我馬上回答給別人 我不接單, 吃風嗎? 你養我嗎? 什麼? 說了, 別收回了 給一碗丸飯 我來 我知道…怕我破壞心, 是嗎? 好… 喝湯 什麼禮物? 天王補心湯 你之前有沒有煮過飯? 沒有, 但是為了建議 我什麼都會做 就是這碗是你第一次? 是啊 是不是要我餵? 不用, 我自己來 有人了, 我開… 我開, 你喝湯 你喝湯 你幹什麼? 我沒有, 我打算吹活 吹凍那碗湯 我送湯過來是不是阻礙你們? 你拿完這次不用拿了 以後我會熬湯給他喝 走吧 這碗湯家怎麼這麼小 我拿著去燒熱 冷到湯對他的心不好 不用理會 坐一坐 他還不肯坐? 誰知道 閣下了, 中上來, 自出自入 還是你這些騙我喝 最近怎麼樣?阿漢好一點嗎? 不是有什麼? 上次用的什麼免疫治療 對他無效 我有個朋友介紹了一個神醫器公司 他說他親戚的情況 跟阿漢之前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看完之後, 他醫治好 好啊, 你要多少錢? 明白嗎? 你也沒時間開工 我以前寫數, 你也不會問那麼多 多少錢 十萬元 行, 我有 我立刻拿給你 順道替你探查看 阿漢 阿漢, 我來看你了 今天阿武也來了 你怎麼樣? 醫生怎麼說? 情況一般, 但未去到最壞 早就試了新藥, 反應不錯 好, 加上你的神醫和氣功醫生 他應該會越來越好 那你能不能吃東西嗎? 不是能吃東西, 所以要插胃口 還要給他 是 有什麼不怕跟我說, 別死定了 放心吧 阿漢經常教我 他說做人最重要是有希望 有希望就有轉機 當年我爸爸生病 病得醫生都說 你們放棄吧, 不用治療了 但阿漢說不要, 不要放棄 接著他就埋了他 開工車, 籌錢給我治療我爸爸 終於我爸爸最後還是走了 起碼我們沒有為之前放棄 而後悔吧 你也別放棄了, 阿漢 蘇菲, 認得我吧? 認得, 你是Celo的朋友 真的很記性 我叫Cash嗎? 我們算是不達不相識 上次天氣很慶祝 我這個人比較好, 抱歉… 不要緊, 你也來練槍 我來找你的 我有一些好東西介紹過你 你看… 空中少爺 這個, 大大隻 是健身教練 這個你別看我的樣子才聞不聞 是考古學博士 這個… 我想你累了 明白的, 師弟亂流行的 這些全部我精心挑選過 怎麼比這裡的老闆好 這裡的老闆是我細宅 我也是這裡的股東之一 這些東西留給你自己 好東西 我有一個朋友做批發的 可以拿到便宜的私套 我下次拿一條給你 不用了, 你知道我經常坐在風口裡 老人家一個吹傷 很容易賣鹹鴨蛋 你說話大吉利時, 這麼年輕 你有話就說 我一會兒很不空 我想做經理人 應該說我是想做Zero的經理人 Zero已經有經理人了 陳查理, 她不行 她根本一點都不了解Zero 她怎麼會是一個稱職的經理人 但我不同 Zero的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全世界, 我這麼說 全宇宙沒有一個人 比我更加適合做Zero的經理人 我不是開玩笑的 有我跟Zero拍照 她一定一定會比現在更好 好, 我慢慢考慮一下 等通知嘛, 我明白的, 見功見慣 來, 我卡片 這裡有個聯絡電話 你有消息就叫我 不妨礙你… 雪糕, 吃不吃? 不吃, 回家媽媽糊了 你不要, 你吃我減肥 吃吧 她說自己做完就不用被人抽搖 當然了, 坐在這裡有錢收 不錯, 又不可以跟別人分 聽你這麼說, 有興趣做經理人嗎 有啊, 在這裡打幾個電話 就有大大塊錢落袋 這些工去哪裡找呢? 你說真的嗎? 那你想做哪個經理人? 喬聲 喬聲?你不是最討厭她嗎? 做經理人比在咖啡店更多 在咖啡店是她點的 但是做她的經理是我點的 做經理人不是你當中那麼簡單的 我跟水水做自己的經理人 因為我們了解自己的行業 那你呢?你了解殺手工作嗎? 那你是不是一出生就了解? 不是的, 你也是學的 我這麼聰明怎會不會不懂? 我有事, 我先出去 去哪裡? 盆山… 三點鐘, 在北京道十號珠寶行 半秒也不遲 任何人叫你也不要走開 小姐, 你知道寶劍樓在哪裡嗎? 知道, 你有電話嗎?自己上網找吧 我不是很懂得看這些圖 那你幫我看看好不好? 好 我的電話是白癡的 你問那個年輕人, 那個呢? 那個嗎?那個嗎? 行… 小姐, 你也挺聰明的 那個人專門在這裡賺錢 到處找人看她的電話 你一刺就冤枉你弄壞 上星期才有個年輕女奶 當然了, 我有看警訊 就是這些人 但搞得我們香港人不需要有些同情心 這是什麼?這個 我們公司搞宣傳 只要你上社群網站 讚好和分享我們的專頁 就有機會抽獎 我抽紙巾氣球那些東西? 不對, 這次我們公司下重本 大獎就有這個竹金擺錢 好, 是不是這樣? 我這樣, 喜歡這樣嗎? 祝你好運 大獎… 大獎… 小獎 小獎也不差 這裡送你一個金吊嘴 恭喜你 謝謝… 真棒, 這樣也有個吊嘴 是甚麼東西 阿Line 上車呢? 阿Line 又說過啤酒的主人 為何不去你? 我啤酒的東西不好吃嗎? 我們現在是否正在關火? 你已經啤酒了 什麼都沒做什麼都沒說 那阿肥了? 我發訊息給你 是叫你做什麼? 就是三點去店舖 我沒走開過的 正確來說 我兩點五十二分已經到了 當時有人來問路 但我騷也沒有騷擾他 那我就是人 他陰我? 在殺手世界 經理人和殺手 隨時隨地都會被人陰 經理人 什麼時候都要提高警覺 你問也不問就上了我的車 如果我是壞人, 那怎麼辦? 我有判斷過你不是壞人 你轉數很快很聰明 想找你笨就不太容易 不過你有一個弱點 是貪小便宜 那間店? 我轉頭就硬拉了它 我是說吊嘴 脫掉它下來 這個是微型的追蹤器 如果我是你的敵人 你和殺手已經死了 很漂亮 你真壞了 多做一杯, 謝謝 好 其實我想做經理人 我不是為了賺錢 我是想幫他 我不想再拖累他 但我什麼都做不成 那碟, 哪不是想我分手 是不是分手才行? 我已經說了他不夠班 還想越級挑戰 我已經算了他會輸到貼地 對了, 我是不夠班 我是越級挑戰 我是做不到經理人 那怎麼辦? 小姐, 我們只是說球 你貼了哪條線? 你不是在笑我去找蘇菲亞蛋嗎? 我告訴你 你的女人 請你不要用你的尺來當我 我永遠不會說人是非 請你慢慢照顧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幹什麼? 突然有這麼多酒嗎? 自爆了, 找蘇菲亞 找她幹什麼? 我不夠高級做你的助手 我拿一支槍也不夠力 做經理人就好了 我回覆電話, 查一下電郵 我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傻瓜 我們這樣不是好好地嗎? 做不到, 我也要做你的貼 你已經無情白色做貼嗎? 是呀… 你永遠對我心目中的女俠神貼 是呀… 當然了, 因為我知道普通的酒 根本沒辦法滿足你 那就是證明我年紀大 喝酒比你多吃飯 那倒是真的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你 我在拍片子 是呀, 第一次見我 你就送一份拜禮給我 要我幫你換片 現在不用了, 我長大了 我自己搞定了 不行也要行 要不然, 別人會質疑我的眼光 Cash這件事, 我有信心 Cero怎麼也不會管走我 我看他這麼有趣 想看看他是什麼人 他不是一個… 只有一股熱血的傻婆? 他始祝你爸爸 所以就注定他做不成經理人 真的嗎? 一個殺手跟一個普通人拍拖 不是一件容易事 我爸爸打算做好經理人 拍照可以維繫感情嘛 我差點要叫你媽媽 這個…我沒有這樣的福分 是我爸爸沒有做經理人的天分 他這個人直腸直肚 我媽媽經常跟他說的 是那些死人不懂得搏嘴 他只能幹活 你們始祝你媽媽 很懂得說話 你很有做經理人的天分 我認識我爸爸走得早 不然我想看看他有什麼羨慕我 我也希望Cash和Zero 可以早日看得清楚 知道他們這樣走不下去 這樣也不一定 Sophia, 我知道你看人很漂亮 但我認識Zero很久 我知道他們這樣下去 一定不會有好結果 或者他們會分手 但他們會糾纏不清 不會說斷就斷 我沒有打電話 是他幾天沒有打電話 很暖, 坐吧 很暖, 坐吧 他就走了 你還可以吧 他坐得這麼平靜 又沒有什麼痛苦 已經很好了 我認識一個朋友 我幫忙搞生後事 謝謝你 不過我跟阿漢在香港沒有什麼朋友 他說簡簡單單就可以了 也是的 那些事做給別人看 在這裡那時候對他好就行了 好過自己才搞一場大浪風 他說希望死了的時候 把骨灰灑在骨灰花園 他在生前沒有本事買大屋 死了就不想那麼屈臟 死後在花園比較空曠 空氣比較好 他會捨容易 我幫你吃 好嗎? 阿漢一輩子不捨得吃, 不捨得穿 但總會買最好的東西給我 他說我嫁給他應該對我負責任 有一年他生日我 真的不值得他沒有一件漂亮的衣服 我就送了這件衣服給他 他看到, 多開心 但他說不捨得穿 說怕會弄髒 總之只做過一次而已 他知道你對他好 那我應該的嘛 我爸爸的命好像拍戲一樣 結婚, 打算跟我去台灣玩 誰知道老爺婆婆生病 看見也沒停過 等他們兩個老人家走了 看見了, 打算輕鬆一點 又讓阿漢出事 做人就是這樣 總是要有些難關 雅下順風順水 你又不覺得日子好 要經過困難熬過 你才知道日子好 才更加開心, 更加珍惜 滴滴滴滴是人生 是一種人生的 但你怎麼會說這些話 左聽右聽, 只會收拾口水 有多巧聽 然後有什麼打算 下面你不做的 不做了, 但有時候想應該怎樣 不做了, 其實我在香港也沒人摸摸 我可能會回鄉下 他老公還沒死之前, 你們也有路 現在不就光明正在一起了 剛才掉了, 我什麼新鮮蘿蔔皮 做我們這行, 不知道什麼時候死 什麼時候傷 萬一有什麼事 要他照顧不就是拉他下火坑 有人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死 什麼時候傷的嗎? 對得日子就得日子 那件事是早死 但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做盡所有想做的事 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一點都不後悔 說得那麼容易嗎? 你用這麼大力嗎? 你再不說回鄉下 水流也流不了 我用什麼理由跟他說呢? 你愛他就是理由 幾十歲, 不說這種話 那你就找個藉口留下他 你最好找藉口的? 他說過他沒去過台灣 跟他去台灣? 不過他老公, 糟了我這樣 會不會太好? 他就是這個時候最需要走開 要不然很容易出事 神經病 他很冷靜, 又看得開 是 建議死的時候 我瘋得自殺, 被人送進院 那時候隔壁床的女人撞車 死了全家, 剩下他一個 他就像你女人那樣 很冷靜, 很看得開 還勸回我一會 對, 那就沒事了 但半夜都衝動跳下去 有情緒才發出來 沒有情緒才不正常 沒事的 阿嫻也不是這樣 阿嫻, 你要多少錢 我告訴你 你放過我吧 我收了人的錢 他要你死就死吧 那你快點殺了我, 快點 他要你死給你看 死了五分鐘 不正常 齊了, 一個崩也少了 不正常, 這裡只有七成 那客人說明要你拍五分鐘的片 現在我目標只不過是兩分鐘就死了 你做不到七成的事 收到七成的錢 還想怎麼樣? 那客人肯給你尾數 你也撿到了 這片我正在拍攝 有人殺了目標 我被人取了一張單, 你不知道嗎? 李姐姐說我做不到事了 這種人渣頭 有幾張單跟著, 有幾出事 你第一天出來做事 自己撿輸一閒頭 比敗家還好, 還在這裡拍攝 你跟我這麼久 每張單位都有首尾跟著 我還沒跟你算 總之錢又是這麼多 你這麼厲害, 收到三成回來 那張是誰開的? 阿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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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